大家好我是小银 炒西郎花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先焯水 或者是直接下坡炒 其实西郎花焯水以后 营养特别容易的流失 直接炒又不好吃 还不容易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炒出来的西郎花非常的鲜嫩入味 营养还不流失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西郎花 用剪刀剪成小朵 全部剪好以后加一勺盐 再加一勺普通面粉 然后倒入清水没过西郎花 再用手抓洗均匀 要多抓一会 抓两分钟左右 因为西郎花的结构比较密集 直接用清水洗洗不干净 加入食盐有消毒杀菌的效果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有效的清洗干净里面的虫软和杂质 抓均匀之后再浸泡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把木耳放入保鲜盒里 加一勺白糖 让木耳快速的吸收水分 再加一勺面粉 有利于清洗干净灰尘 然后多加一点温水 盖上盖子密封好 然后像这样不停的来回咬换一分钟 这样木耳能很快的泡发好 然后再泡三分钟就泡好啦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先切成斜段 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先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地切去不要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磅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大葱 先切成四半 然后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切成姜末 装入碗中备用 我们的木耳也已经泡好啦 用这个方法 一共泡了五分钟 就能把木耳泡得非常的好 然后用清水多洗几遍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控干水分 放一盘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西兰花 也泡得差不多啦 然后再用手抓一抓 把它控干水分 捞出来 再加入清水 多洗几遍 这样清洗过的西兰花 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然后控干水分 捞出来 提前把锅中水烧开 水开之后倒入西兰花 然后用筷子把它铺均匀 再盖上盖子 大火蒸三分钟 再来准备一个小碗 打漏三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备用 然后再把锅烧热 加少许油 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 然后转中火 用筷子轻轻搅拌一下 把它炒成大块一点的鸡蛋花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新兰花也已经蒸好了 颜色非常的翠绿 淡淡的清香味 然后把它取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另起一锅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倒入葱姜霜片 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再把胡萝卜倒进来 把西红柿也倒进来 然后翻炒均匀 炒出西红柿的汤汁 炒均匀之后 把木耳加进来 把西兰花和鸡蛋也加进来 然后翻炒几下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提鲜 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适量的鸡精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鸡兰花不用炒太久 最后 最后加一小碗水淀粉 然后继继续翻炒均匀 营养一点也不流失 非常的营养健康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吃 - 线路- 试图- 刀